- 紅色李孕慶 先前宣布懷孕喜訊 也在日前的性別派對上揭曉了寶寶是女生 讓李孕慶開心到不行 不過紅是接受母嬰雜誌專訪時卻坦言 看別人懷孕生小孩好像很容易 直到自己親身經歷才了解懷孕真的不簡單 他提醒所有懷孕或是正在悲孕的朋友 一定要做孕前健康檢查 因為直到進行了產檢 他才知道自己是X脆折症的代音者 由於這是一種智能障礙疾病 發生濾緊次於唐氏症 因此讓紅色非常緊張 產檢時差點淚崩 勞工得知消息也忍不住哭了 索性進一步的檢查結果顯示 寶寶和他一樣是不會發病的代音者 但他仍難過的表示 好像把不好的精英帶給了寶寶 想生兩胎的紅色彈焉 既然知道了有這樣的風險 下一胎可能就會考慮做試管 因為不想讓寶寶承擔風險 而預產期在明年2月的他 也在胎兒慢慢穩定後 終於開始放鬆心情 期待著寶寶的到來